这个灾难怎样避免呢 彻底拟除的方法 那是民心戒心 入佛的境界 确实这个灾难完全没有了 音效云散了 如果入不了佛的境界 就决定不能够避免 可是入佛境界又谈何容易 最近我们在一起学习的华言 底藏 无量寿经 全是佛境界 我能见到多少 能体会多么大的一个层次 我都给诸位同修报告出来 希望我们也能认真努力地学习 其如这个境界 佛告诉我们的话是真实话 所有一切的纷争 协知协见 一切不善的因果报应 总根源都是由于痴迷 痴迷就是大臣经上常讲的无名 一切 明天 同学 我们来说